我们再来看第五大类业务 就是销售业务 在销售业务当中呢 我们重点呢来练习呢四个方面 一个呢是关于销售收入的确认条件 销售收入确认呢有五个条件 这五个条件容易考核多项题 请同学们来记住 然后第二个呢要练习的是应收账款的入价价值 如果说我们把产品卖出去了 没收到钱 当期确认不确认收入 依然要劝收入 我们一要劝收入 二还要增加一笔债权 叫应收款 现在产生一道多元的考点 应收账款和入价价值 也就是后面写的金额都包含什么 依然是我们一个考核的要点 第三个 我们在销售当中呢 可以销售商品也可以销售材料 此时我们记载时呢 销售商品的收入叫主营业务收入 销售材料收入 我们叫其他业务收入 这是要分清楚的 那么第四个就是关于营业税金及附加 也就是我们在销售产品过程当中 我们可能涉及到一些费用的税金 但注意 千万注意不是增值税 我们把增值税叫价外税 它是不影响我们收入 也不影响我们费用的 我们除了增值税以外 还有一些税金 比如说什么营业税呀 是吧 承建税呀 教育费附加呀 这些税金支出来说呢 那么它一发生以后 就要记住我们当期的费用 这个费用就记住这个账户 叫营业税金及附加 我们要知道都什么样的税金支出 是基础营业税金及附加的 好了 我们下面来练习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一道计算分析题 就是以销售我们的商品为例 来掌握住销售商品时 要做的两部分路 来看这道题 假公司于10月1日销售商品 开出的发表上 著名售价是60万元 增值税额是10万02000元 商品已经发出 款项已收 该批商品成本是42万元 这道题来讲呢 就是把商品卖出去了 告诉你成本是42万 那么卖出多少钱来呢 告诉你售价是60万 增值税是10万02000 对吧 那对这笔业务来讲 我们要做两个方面的分路 我们考试当中 也会要求我们做两个方面的分路 一是做一下呢 反映我钱增加收入增加 二要反映商品减少成本增加 所以说要做出这两笔分路 那这两笔分路呢 我们在基础班都已经详细讲过了 也就不再多说了 那么这是这两笔分路 在考试的时候 如果没有特别指明 要做这两笔分路 如果考试说 他说请做出确认收入的分路 是第一小问 那只做上面这个 第二小问 请做出截转成本的分路 那就单做第二个 看他题目要求 如果题目没有要求 就要做出两笔分路 好 这是关于我们最常见的 把货卖出去了 把钱收回来的账户处理 你特别要注意一点 我们在收钱的时候 我们不仅收60万 还收了10万02000 也就是说 银行存款增加了70万02000 对吧 那么作为收入的只是什么 只是那个不含税的价款 作为收入 我们随同这个不含税价款 收取那笔税额 那是替国家收的 还没有给国家时 所以我们先要 代应交税费 就是增加应交税费 叫应交增的税 消向税额 所以在单元题当中 要加以注意 进入主营业务收入的 只是那个不含税的售价 这是第一个 给大家说明的 第二个说明 现在我们款项收到了 我们是借银行存款 如果告诉你 款项没收到 未收到 那这个时候 就不能再借银行存款了 应该借什么 借应收账款 如果告诉你 收到商业汇票一张 叫借应收票据 所以说对于这笔分路来讲 还有两种变形 没收 告诉你 款未收 借什么 告诉你收到商业汇票 借什么 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就是如果告诉你 款未收的情况下 这里借什么 借应收账款 借应收账款时呢 它后面金额是多少 是70万零两千 你收钱了 是70万零两千 没收钱 那应收账款 就是70万零两千 那么我们想说明一个道理 就是这个70万零两千 就是你的应收账款的 叫什么 入账价值 也就是入账金额 那么这个入账价值 包括什么 包括你应该收取的货款 和应该收取的税金 那么多元题 我们要知道 如果在销售过程当中呢 我们还替买方 我们代电了一笔运费 这笔运费 应该随同货款收回 所以应收账款的入账价值 还要包括那个代电的运费 这是我们多元题 经常考核的这点内容 好了 那么这是通过这条题 我们引申出很多考点 是吧 那下面我们再来看 一道单元题 某企业销售产品一批 增值税专用发表上 编分价款是60万 税率是17% 款项上外收回 以银行存款支付运杂费2万元 该企业应该确认的应收款是多少 有些同学 在我刚才讲的基础上 马上告诉我 应收的货款60万 应收的税金60万17% 那么都是应收账款 做成内容 还那运杂费 你注意 此时所说的运杂费 是代电运杂费吗 说以银行存款支付运杂费 说明这笔运杂费是我们作为卖方的一项费用 不用随同货款收回 看清这意思了吗 那么这样来讲呢 我们应收账款只是向买方应收这个不含税货款和税金就可以了 这两万不用跟他一样 那么这样来讲 应收账款的入上价值就是多少 应该是C选项是70.2万 那么怎么才是次第选项72.2万呢 这个题目这个条件 这个条件叫换成 以银行存款支付 叫代电运杂费 当时代电运杂费的时候 他的答案才是72.2万 也就是你不仅72.2万要收回 代电运杂费也要收回 注意这种区别了吗 好了 那么这是这道题 应收账款的入上价值都包含什么内容 我们再来看一道多小题 应收账款科目可用于核算 购销活动中的什么 那肯定他能反映出 你在销售活动当中 各种应收未收的款项 是通过应收账款来核算的 可这要题是多选题 看到了吗 那么这样应收账款 除了核算应收款以外 还核算什么内容 下面有有预付款应付款和预收款 那你们说核算什么内容 这里你要注意一点 当问你应收账款 核算什么内容的时候 不用管这个账户的性质 你就知道他要核算两收 哪两收 你应收和预收 都是通过应收账款来核算的 为什么呢 当企业设置预收账款的时候 应收账款只核算应收款 当企业没有设置预收账款 而发生了预收款 这是怎么办 只能通过应收账款来核算 我们经常这么说叫收收核算 还记得吗 说企业有预收款 但没有预收账款账户 那就通过应收核算吗 就是第一个收 就是你不设预收的 就通过第二个收 就通过应收来核算 所以说来讲呢 你要把这一点 应收账款账户 不仅核算应收款 还有可能核算预收款 至于这两个付 那是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因为两个收 都是销售过程当中产生的 是不是啊 那么你销售的先收钱 就是预收款 销售的后收钱 那不就是应收款吗 这都是销售过程当中产生的 所以存在了应存在了收收核算的问题 那么你先收的 通过后收账户来核算 那至于这两个都是采购的 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 好了 这是我们说的一点啊 应收账款都用于核算什么内容 应收和预收 我们再来看一道 跟刚才那题很容易混淆的题 那我们来看一下说 对象题企业的债权 通过以下什么科目来核算 他又给你列出 这四项内容 两收和两付 当问这四个账户 到底这是哪个是债权 哪个是债务时 就不要按照两收两付来记载了 哪个是债权 哪个是债务时 一定按照收负来记载 什么叫收负来记载呢 如果前面是应收 这一组啊 后面就是预付 这一组应收预付 如果前面是应付 那后面就是预收 就是我们所谓的收 付 付 收 不也收付吗 对吧 为什么这么记呢 就是收付记载来讲 就是来判断说 这个预收预付 到底是资产还是负债 它是一种方法 应收预付 应收是债权资产 预付也是债权资产 这二呢我们说 起的债权通过什么核算 通过应收账款 反应的是债权 预付账款也是债权 就叫做应收预付 来判断预付款 到底是债权还是债务的一种方法 所以我们快速能得到一个结论 起的债权通过什么 通过应收是债权吧 那么预付就是债权 应收预付 并且我们要知道应收款呢 是我们在销售过程当中 把货卖出去了 钱没有收到 是一种收回钱的债权 预付款呢不是销售了 是采购当中 我们先把钱给对方了 我们有一种权利 一种得到货的权利 所以应收款是得到钱的权利 预付款是采购当中得到货的权利 一个得到钱 一个得到货 这是我们所谓的 应收预付 都是我们的债权 那么应付预收呢 就是企业的负债 好 那么这条题答案呢 今天选择的是2B和4D 对案提 企业销售商品交纳的下列各项税费 记住营业税金级附加科目的有什么 所以这种题来讲呢 我们有一种简便的方法 如果你没有把营业税金级附加 这五项内容记住 我们可以采用一种简便的方法 什么简便方法呢 就采取这种方法 他考试一般都是说给出了增值税 也给出了所得税 对这两种水金支出 百分之百是不记住营业水金级附加的 所以把它们先给它踢除掉 把他们踢除掉以后 一共四个想要踢出俩了 又是多项题 那肯定剩下那俩 就是营业水金级附加的 这是一种方法 那么另外一种方法 你要记住了 都什么是营业水金级附加呀 一共是五个 你从营业开始说 营业就有营业税 这不是打头了吗 附加呢 就指的是教育费附加 五个当中去俩了 那还有仨是什么 除了营业税以外 还有什么 还有消费税资源税和成建税 中间那仨就是消费税 营业 消费税 成建税和资源税 那么这样一共是五项内容 是进入营业水金级附加的 那这样我们看一下 消费税是吧 消费附加是吧 这是通过两种方法来做题 都是可以的 当然我鼓励大家 把那五个都记住 那么这样资料题 才是更准确的 是不是啊 刚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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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告诉他那第一种方法 把增值税 所得税排除了 那只是一种简面方法 好了 那么这是我们这条题 答案的选择A和C 是这A和C 是进入营业水金级附加的 看这条多项题 且缴纳的下列税金 应通过应交税费科目 核算的有什么 我们企业在这个销售业务当中 不可避免的要缴纳各种各样的税 对不对呀 一定先注意那个增值税 我们把它叫什么税 叫价外税 价外税的情况下 我们在随从货款收到时 不能作为我们收入 我们在采购时 随从货款支出时 也不作为我们的费用 包括我们月底 向税务机关交纳时 也不作为我们费用 这是价外税的一个实质含义 甚至我们其他的税 都是属于价内税 在价格里面已经包含了税金了 那么这里呢 我们要注意一点 对我们这些税金来说呢 一般情况下都是当月算 下月交 当月算出来了 导致应交税费增加了 那下月交了 导致应交税费减少了 有没有说 有的税不用算 马上直接交呢 有 记住两个 一个就是印花税 一个是耕地占用税 对这两种税金支出来讲 它不存在一个先算后交问题 它就直接算出来 马上就交 没有这个时间差 所以对这两项税金支出 不通过应交税费来核算 这就是这道题的一个考核点 不通过应交税费核算的 就是A和2B 那除了这两个以外的其他税金 不管你价外税的增值税 还是你价内税的其他税金 都要通过应交税费来核算 所以说应通过的 就是我们所谓的C和D 我们再来看第六大项 就是期间费用 期间费用考核内容比较少 你首先要知道 期间费用发生以后 将导致当期利润减少 一共有三项 就是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 那至于说 营业税金附加及附加 它这项支出增加了 当地利润也减少 但是营业寻期附加 不能叫期间费用 期间费用 有其特质的含义 就是这三项支出 一定要保住 我们来看 一道多项题 下列应该记住 管理费用的有什么 那管理费用呢 那就是管理部门 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费用支出 我们把它叫做管理费用 对吧 还有呢 我们有这样 叫四税一费的支出 也是进入管理费用的 还记得赵老师讲那个 四有新人吗 有房 有车 有地 有花 是吧 这四项税 房产税 有车 车船税 有地 土地使用税 有花 就是叶花税 这四项税金支出 也是进入管理费用的 四税一费 费指的是什么 矿产资源补偿费 也是进入管理费用的 对这些特定内容 你一定要记住 那对这道题 我们来看 那对于销售机构的折旧费 不是管理机构的 那不能进入管理费用 那至于我们所说的 叶花税 是不是那四税一费之一 我们通过这四地点像 带出来四税一费 应该进入管理费用 对于诉讼费来说 当我们在考上 如果遇到一些 比较偏的一些费用项目 你就这来判断 你判断一下 它属于不属于销售费用 你说不属于 那不属于就是管理费用 它属于不属于财务费用 也不属于 那也就是管理费用 我们对三项期间费用而言 可以采取排除的方法 不是销售费用 不是财务费用 管理费用 对于这项诉讼费用来说呢 你肯定来判别一下 它不是销售费 又不是财务费吧 对吧 那这时呢 它呢就属于是管理费用 我们要知道 对于业务招待费 我们特别给他指出过 这项费用 很多人都以为 它是销售费用的 其实不是 真正说 吃饭的人不是业务人员 大吃大喝的都是管理人员 所以说业务招待费 应该列为什么 列入管理费用 好了 那么这样 应列入管理费用的 就是BCD 通过这个内容 来带出都什么 进入管理费用 好 肯定要代表题 销售费用不包括什么 首先指出汇兑损失 就是我们持有外币的情况下 这种汇兑损失 它属于一种理财费用 它属于是财务费用的 不属于销售费用 而BCD都属于销售费用 这就有代表性的就是销售部门发生的支出 包括销售部门的工资也好啊 折救费也好啊 都属于是销售费用 这是销售部门发生的 那么还有一种呢 很显然的是销售费用 就是什么 我们售钱的那个广告费 那这是售钱的这个费用支出 它也属于销售费用 那有没有售后的费用呢 有啊 你这个产品的质量保证损失 说我这产品保修三年 你保修三年的情况下 那个修理费就属于是我们的售后的与销售有关的费用 只不过这项销售费用呢 我们是先预计出来的 我们叫预计的产品质量保证损失 那么它也属于是销售费用 好了 这给出了售钱的 也给出了我们售后的 那么那销售机构的呢 那就是当成售中的也可以 这我们来看 不包括的就是A选项 同样通过这条例题来带出都什么属于是销售费用 来看这条单选题 下一列应该记录管理费用的是什么 这这道题呢 就稍微复杂一点的考核管理费用的内容了 首先我们来看A选项 先通过这条题告诉大家一下 筹建期间的开办费 什么是筹建期间 这企业正在筹建呢 是吧 还没有正式的分销售部管理部等等各部门呢 那这企业正在组建呢 那这个时候没有办法把这笔费用支出 算销售部还是算管理部 没有 还没分部门呢 这时我们各种各样的开办费 我们都给他统一为叫做管理费用 所以说筹建期间的开办费是基础管理费用 属于管理费用的 那固定资产的盘规损失 对于固定资产的盘规损失呢 我们是基础营业外支出的 因为固定资产发生盘规的概率并不是很高 如果发生盘规了 他损失是基础营业外支出的 所以不属于管理费用 捐赠支出 那也是跟我们管理跟企业营业都没有关系的 我们知道他也是一项营业外支出 那对于季节性的停工损失 季节性的停工损失来讲呢 它是不基础管理费用的 将来大家学初级会计的时候 里面会讲 你季节性的停工损失 那么它是由你那个生产的产品来负担的 是基础你产品成本的 它是不基础管理费用的 这是季节性的停工损失 这是我们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那这条题就有点难度了 我们在交易当中 有的时候根本没有遇到A选项和4G选项 那通过这条题给大家来说明一下 那基础管理费用的就是我们的A选项 来看单线题 直接记录当期损益的费用是什么 直接记录当期损益的 就是我们这笔支出呢 能够影响我们利润组额 这笔费用发生以后 利润组额就要减少的 什么费用能记录当期损益 什么不能记录呢 先搞得一句话 就是生产车间里发生的各种各样的费用 最终都形成产品成本 对吧 那个费用支出是不能由本家利润来负担的 是由产品来负担的 所以说像本题当中的A B C 都是生产车间里发生的费用 看到了吗 他们都不能记录当期损益 那么至于4D 短期借款的利润支出 通过这条例题来带出来 财务费用 它发生以后呢 是应该记录当期损益的 这笔利润支出 就是记录财务费用的 它是要记录当期损益的 当然了 销售费用啊 管理费用啊 财务费用 包括我们的业势资金附加 主义业有成本 其他业有成本 还包括我们的资产减值损失 还包括营业外支出 对这些费用来讲 不管你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 都是可以记录当期损益的 也就是我们损益类账户里面 那些费用类账户 都是可以记录当期损益的费用 这是我们给大家指明这一点 好 那答案是私底选项 我们再来看本章的第七类问题 就是关于利润形成与分配 我们把利润叫财务成果 对于利润的核算来讲呢 分成三个方面来把握 哪三个方面呢 一利润的计算 我们算一下利润总额 二算一下所得税 有了利润总额以后 我们要向国家交所得税 用利润总额减击所得税以后 就是我们净利润 对净利润进行分配 一共是这三个方面 在利润计算里面呢 主要把握两个内容 一个就是关于利润的构成 我们国家在算利润的时候呢 先算营业内有多少利润 算出营业利润 然后加营外收入减营外支出 算出利润总额 在利润总额基础上 减索的费用就等于净利润 所以利润呢 有三个口径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和净利润 那在考试时呢 就考核你 对这三个口径 它们各有什么组成 你是否掌握清楚了 所以对于利润的构成 我们一定要把握住 营业利润有什么构成 利润总额 净利润 分别有什么来构成的 然后利润的截转 利润截转呢 就是将我们各项收入各项费用 如何转入本年利润账户 是考核收入费用的截转 所得税的计算 包括两个 一个是所得税的算 一个是所得税的转 你如何来计算出 你当月应该交的所得税费用 你算出来以后 你是借所得税费用 代应交水费 这是计算的结果 光计算完就完了吗 没有还要把你的所得税费用 也要转入本年利润 所以说我们在利润计算当中 这里讲的截转 是不包含所得税费用的 然后下面这个所得税费用 是单转的 和其他费用不一样 那么最后有了净利润以后 有利润分配内容 和利润分配的处理 我们通过一道完整例题 来说明这个过程 好了 我们先来看一道单元题 这道单元题呢 就来考核一下 说你营业利润 会不会算 这道题给出了很多收入 给出很多费用 最后让我们算营业利润 你要知道营业利润 是由九项内容来构成的 哪九项呢 叫三营 三费 两亿 一减 那么这个三营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三个代营的收入和费用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水金级 附加 这是三营 那么还有什么呢 还有三费 三费就是那三项 期间费用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那么还有呢 两亿一减 两项与投资收益有关的 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和投资收益 一减是什么呢 指的是资产减值损失 你要注意资产减值损失是影响营业利润的 这一共九项内容 在这九项内容当中是收入的就加是费用的就减 最后我们得到一个结果就是营业利润 在这道题当中呢 我们告诉大家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统称为营业收入 那么主营业务成本和其他业务成本统称为营业成本 这是两营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 那么用营业收入减营业成本 就是我们所说的毛利 那么这里我们不再一一的给他来念了 特别给他指明一点 他给这道题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 既然算营业利润 那么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支出是这三营三费 两亿一减的一个组成吗 肯定不是 那么这样 这项收入 这项支出是不能减的 还有一个就是所得税费用也是不能减的 你看那九项内容当中 还有所得税费用吗 根本也不含 所以也不能减去 所以在他给出的各项收入当中 肯定有干扰的收入 有干扰的费用 把干扰的收入提出出去 把干扰的费用给提出出去 我们这里呢 还给出一个干扰费用 就是什么 制造费用 注意 制造费用 在算营业利润当中 能考虑他吗 也不应该考虑 因为制造费用根本就不影响利润 他最终的结果是 记住生产成本账户 不能转入本年利润 所以他是不影响利润的 把他要给他踢住出去 包括生产成本金额 生产成本制造费用都是成本类账户 不影响当期利润 那么这样大家自己来算一下 将各项收入增加 各项费用 向家就收入减费用的差额 就是营业利润 当然了 不能包括我们打叉子的收入和费用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多小题 应进入营业外支出的项目有什么 那么在我们考试当中呢 说关于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呀 这在前面举例当中都已经举例 说过了 至于营业外收入 营业支出 没有加以更多的指名 所以呢我们在考试当中会考我们 给出几项收入 问你这属于不属于营业外收入 给出几项支出 问你属于不属于营业外支出 营业外收入也好 营业外支出也好 那么它有两点 第一个都是跟你的营业没有关系的 那么你所发的收入 所发的支出叫营业外收入 叫营业外支出 第二个就是跟你营业可能有点关系 但是它是偶然发生的支出 不常发生 我们把它也叫做营业外支出 或者营业外收入 好 那么我们来看这条题 说应进入营业外支出的有什么 那么我们来看 固定资产 发生盘亏损失 固定资产是跟你经营有关系 但是固定资产盘亏太少见了 那太偶尔发生了 所以这种损失呢 我们把它叫做非流动资产的损失 是进入营业外支出的 那么再来看C选项 无形资产的处置损失 无形资产 说你有项专利 能给使用20年 到第20年头上 才把它给处置掉 那么这时 这项处置行为 是经常发生的吗 20年才发生一次 太偶然了 对不对呀 这种处置产生损失 是进入营业外支出的 这是我们所说的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是长期威胁服务的 他们在盘盔损失也好 处置损失也好 都是进入营业外支出的 如果产生收入呢 无形资产 出职的时候产生收益了 那种净收益 是进入营业外收入的 所以说 他们偶然发生的收入 进入营业外收入 偶然发生的损失 就是进入营业外支出 那我们再来看 RB选项 经营出租固定资产的折旧费 经营出租 就是我们常说的 我们把设备 把房屋给租出去了 租出以后呢 得到租金收入 每个月都有 那我们把它叫做 其他业务收入 那那个他使用的设备 使用的房屋 那磨损费用 那折旧费 就是其他业务的代价 叫其他业务成本 对这种收入来说 是不是每个月都有啊 那他不是偶然发生的 对不对呀 所以出租固定资产的折旧费呢 是属于我们日常活动当中的收入 不属于营业外收入 那自然 他发生的代价也不属于营业外支出 属于其他业务成本 再来看4D 资产简直损失 资产简直损失 让大家猛一听啊 资产简直了 这种损失啊 应该是营业外支出 其实实际上不是 资产简直了 说明你买的资产 你管的不好 才简直呢 他单门有一个账户 叫资产简直损失 是考核我们营业成果的其中一项 是9项当中一项 如果出现自然简直损失了 是影响营业利润的 他不能属于营业外的 好 这样属于营业外支出的 就是我们所谓的A和C 那么答案选择AC 通过这条题 同学们在回顾的我们课程当中 讲的营业支出 还有什么内容 最具有代表性的 就是国家对我们的这种罚款 是吧 我们的质诈 交税没交税 质诈金 这些都是属于是营业外支出的 还有我们的捐赠支出 捐赠支出跟其中有关系吗 不是为你经营所带来的支出 这个呢 也都属于什么 属于是营业外支出 好 我们再来看一道单选题 企业期末 截转本 截转利润时 应将各损一类科目的金额 转入哪个科目 截凭各损一类科目 我们经常讲 我们在月末的时候 各项收入各项费用 都要转走 转走以后没余额了 转哪去了呢 转到这个账户去了 叫本年利润 通过这道题来强化这一点 答案是 私地选项 看这道端项题 期末应转入本年利润的科目 有什么 有什么呀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损一类当中的各项收入 损一类当中的各项费用 是不是啊 损一类各项收入 包括什么收入 主营业欧收入 其他业欧收入 投资收益 对吧 那还有什么供运价值变动 损一 这都是属于损一类当中的 益 那损一类当中损呢 包括主营业务成本 其他业务成本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自然简直损失 还包括营业外支出 当然了 损一类的益 还包括营业外收入 对这些收入和费用 要转入本年利润 这里的收入费用 指的是广益的 那么这样我们来看 自然简直损失 影响支出 投资收益 都要转 至于制造费用 我们反复再强调 制造费用和生产成本 都是成本类的 他们最终将形成一项资产 他们是不转入本年利润的 那么这样来讲 应转入本年利润的就是 应转入本年利润的 就是ABD 实际上考核的就是净利润的公式 它等于利润总额减去 所得税费用之后的余额 就是净利润 所以答案呢 我们应该选择C选项 判断题 企业当期实现的净利润 通过本年利润科目核算 当期发生的净亏损 不通过本年利润科目核算 错了 你本年利润呢 这个科目既核算你发生的盈利 也核算你发生的亏损 因为什么 因为本年利润 他没有办法来选择 他到底核算盈利还是核算亏损 为什么 当他转过来的收入 转到贷方 转过来的费用 都转到他的借方 所以他借方汇总了各种各样的费用 贷方汇总了各种各样的收入 如果收入大于费用 那就是他核算的这个盈利 如果收入小于费用呢 自然就是他核算的净亏损 所以本年利润账户呢 既有可能核算他的盈利 也有可能核算这个亏损 所以这句话说 不通过本年利润核算 是不正确的 我们再来看一道计算分析题 这道计算分析题呢 他包含了收入费用转到本年利润 算是利润总额 也包含了计算 所得税 还包含了我们的所得税 向本年利润的截转 应该说 他的包含内容还是很多的 但是通过这道例题呢 我们就能把这个完整的 我们财务成果的计算过程 把握的非常清楚 好 我们来看这道例题 贾公司2009年 有关损一类科目的年末余额如下 我们并没有给出所有的收入 也并没有给出所有的费用 我们只给出了 应该转入本年利润的收入 和应该转入本年利润的个别费用 个别收入和个别费用 你看 收入只给了一项主营业务收入 这各项费用呢 给出了主营业务成本 营业时期附加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那其他费用都没给 只是做一个代表而已 那么这样 收入只给一项是800万 那么其他的各项 成本费用加一块呢 是353 67和40 现在需要我们做的工作 就是把这些收入 这些费用转入本年利润账户 好 我们来看 他再给出的其他要求 年末一次性截转损一类科目 也就是说 这些收入这些费用 他假定是每月月末不转 年末一块转 第二个 适用的税率是25% 假定不存在纳税调整事项 也就是说 我们通过 利润总额计算 算出利润总额税法都认可 不用进行纳税调整 第三个 按当年净利润的10% 提起法定的攻击 第四个 向投资者分配利润40万元 那么这道题呢 在我们算完净利润以后 还有往下一步 就进行利润分配 应该说是稍微有一点难度的 我们待会做这道题以后 反复的把这些分路做熟练 这样我们对这道题 它的来龙去脉才能掌握的更好 如果光听懂不行 一定要反复的能做会 好 我们来看 要求 一共有这五点要求 我们依次来说一下 那么第一个就是将收入费用转入本年利润 收入是贷方即增加 那么每转之前是贷方 就要从贷方转出 借主营业务收入 贷本年利润 各项成本费用呢 每转之前是贷方即增加 变成形成贷方余额吧 就从贷方转出 所以是贷各项成本费用 借本年利润 这本年利润贷方就汇总了收入 本年利润借方就汇总了成本和费用 这里的成本费用就指的是主营业务成本和其他业务成本 而不是生产成本啊 那么这样来讲呢通过本年利润的贷方和借方 它的差额就得出利润总额 800减47就等于430是利润总额 然后第二步呢就要计算一下所得税 利润总额是430乘以25% 不应进行纳税调整得到所得税费用就是82.5 好我们算完所得税费用以后呢 我们要做一笔分路借所得税费用代应交税费 反映费用增加 负债增加 交的时候呢再借应交税费代银行存款 我们这条题没让你做交的分路那就不用管它了 它让你做的是你算出所得税费用了要和其他这些费用一样啊 你在第一步的时候这些费用不转入本年利润了吗 算出那所得税费用也要转入本年利润 所以下面有一笔分路将所得税费用借房级增加 贷房转出也要转入本年利润 把所得税费用转入本年利润以后 本年利润那个余额就是净利润了 没转之前是利润总额 所得税费用转过去以后就是净利润 这是我们所说的一点 那么下面就是对这个净利润要进行分配了 那么这个净利润怎么分配呢 不在本年利润账户进行分配 转到另外一个账户利润分配账户进行分配 现在本年利润账户是贷房余额 就从借房转出借本年利润贷利润分配 转到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将本年利润进行借转 而第五步呢就是进行利润分配 利润分配我们讲话当中曾经提到了 就是呢借方反应分配去向 代方反应分配结果 借方是通过利润分配这一账户 反应分配去向 后面的两个明细账 我们经常用XXX来代表 是你的去向是干什么了 提起法定于攻击 应付现金鼓励 分别是我们题目当中给出的 是你净利润的10% 我们来看 你净利润是247.5万 10%不就是24.75吗 那分配现金鼓励呢 给出的是一个固定的数字40万 就不用算了 好这是分配去向 分配结果是什么呢 在代方 那你提取法定于攻击 那么导致你赢于攻击就增加 你要给股东分不鼓励 还没给呢 就导致应付鼓励增加 好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利润分配 那题目当中没有要求你将利润分配的这些去向转入 这个未分配利润 那你就不用做这个截软的分路了 要求什么来做什么就可以 好 我们下面再来看一道多远题 且进行利润分配合算时 设计的会计科目有什么 那进行利润分配合算时呢 就是我们在进行利润分配时 就借方反映去向 就借利润分配 对吧 那代方反映结果 那结果就是带要么是营业攻击 要么是应付鼓励 我们从业当中涉及到的利润分配比较少 所以掌握住这两个就可以了 那这我们来看一下 ABC都是有可能涉及的 至于应交税费 这是不可能涉及的 因为他说是进行利润分配合算时 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涉及这个应交税费账户的 好 那么答案就选择是ABC 代表题 10月31日 某企业本年利润科目有代方余额 就完八千元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这个考核的是 本年利润账户 当有代方余额时 它代表是什么意思 你要知道 当时代方余额的时 是它代方的各样收入 大于借方各样支出 产生的一个余额 这个余额呢 就指的是利润 而不是亏损 当时借方余额时 还是借方支出 大于代方的收入 借方大 那就是亏损 对不对呀 所以说呢 我们C D 都给它排除掉了 C说都是亏损 都不正确 应该是利润 只不过你注意一点 10月底 这个代方余额 9万8 只是10月份 这一个月的利润吗 可不是 因为按照我们常规习惯来讲呢 1月份 各样收入 各样费用 要转上本年利润 形成1月份的利润 2月份呢 在1月份 利润基础上 再把2月份的收入费用转过去 得到2月份的累计利润 那么这样来讲呢 到10月份的时候 这个9万8 不是第10月的利润 而是1月到10月 一个累计的利润 啊 累计的利润 那么这样来讲 我们看A选项和B选项都说的是利润 只不过B选项说 只是10月份的利润 那自然就不对了 应该是什么 1月到10月 一个累计的净利润 这是我们要明白 本年利润的账户 它的余额所代表的含义 答案就是A选项 我们再来看一道单选题 11月30日 本年利润科目 借方余额是8万8 表示什么 这大家应该知道了 是吧 借方余额肯定是一个亏损呗 借方是支出 贷方是收入的 借方的一个余额 那就是一种亏损 那这个亏损 只是11月份当月的亏损吗 不是 也是一个累计的净亏损 所以我们答案呢 选择的是次第选项 至于A和C都说的是净利润 根本不对 借方余额怎么能是利润呢 是亏损 B呢只说的是11月份的亏损 也不对 一定注意 是一个累计的净亏损 所以答案选择私底现象 但愿提 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科目的借方余额 表示是什么含义 那我们来看 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我们简写了 写一个利分 写一个未分 是吧 如果说他年初啊 那么他有100万可供分配利润 这是在年初在贷房 有100万是年初未分的 我们写一个初未分 那本年呢 那本年如果赚了1000万 那么赚了1000万 是本年的净利润 转过来 这二者之和 那么在贷房形成余额时 就是什么 就是当年的净利润吗 可不是 是历年 包括去年年底的到今年的 历年的一个净利润 这是哪方余额 是贷房余额时 是历年的一个 未分配的这个累计利润 或者说累积的未分配利润 我们这里说1000万净利润 假设我们分走的是零 假设没有分走 就省事了 对吧 那如果你分走了 就是说你分走了100万 假设个例子 分走100万 这是你贷房余额是多少 那贷房余额不就是还是1000万吗 100加这个1000 假如改一下 改成200万 那么得的数字就是900 为了区分一下 一共可供分配是1100 分走了200 今年还有是这个 还有是900 还有900 没分 这个没分是什么 是不是累积的一个未分配利润 所以是贷房余额的时候 是历年累积的未分配的利润 如果借房余额呢 借房余额我们不举例 只要知道一个结果 正好相反就可以了 是历年累积的未弥补的亏损 所以答案呢 是四级现象 而不能是A 也不能是B 为什么 A都说的是本期的 不是说的是历年的都不对 不管你是本期的净利润 还是本期的净利润都不准确 应该是历年累积的 这是我们注意一点 是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的余额 好了 那答案应该选择四级现象 再来看一条单想题 下列各场中 不属于留存收益的是什么 我们有了利润 我们要进行分配 最后分的结果是什么呢 我们拿出一部分 用于公共积累的利润 我们叫做盈余公积 那么还没有分配的 我们叫未分配利润 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 可以起一个统一的名字 叫什么 叫留存收益 所以这道题呢 就考核我们 什么属于留存收益 属于留存收益的 就是什么 就是两项盈余公积 和未分配利润 这我们的C属于 未分配利润 属于留存收益的 一项组成内容 而2B和4D 任意盈余公积 和法定盈余公积 都叫盈余公积 所以这两个 也属于留存收益的 一项组成内容 至于A选项 资本溢价 资本溢价呀 是基础资本攻击账户的 它是和我们盈利 日常经营活动没关系的 我们叫资本溢价 那么这样来讲呢 它是基础资本攻击的 它不属于留存收益 所以说 所有的权益 包括四项内容 包括什么 包括实收资本 资本攻击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后两项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统称为留存收益 通过这道理题 我们想说明这一点 答案是 不属于的就是A选项 多项题 下列各项 不会引起所有的权益总额 发生增减变动的 有什么 所有的权益总额 是由四项构成的 实收资本 资本攻击 盈余公积 和未分配利润 这四项当中 任意一项增加了 都会导致 所有的权益总额 发生变化 任意一项减少了 也都会导致所有的权益总额 发生变化 对不对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先来看 最好理解的就是四地选项 接受投资者追加投资 老板原来在企业投资100万 现在追加1000万 这是什么结果 这是老板在企业的权益 就变成了1100万 那老板在企业权益 就是所有的权益总额 就增加了 所以四地 是会导致所有的权益总额 增加的 我们再来看 A选项 宣告发放现金鼓励 那么假定呢 我们当年呢 说赚的利润 赚多少钱呢 咱们假定 当年的利润是100万 这个利润100万 老板笑了 为什么 赚钱了吗 到这所有权益总额 那利润归他所有啊 到这所有权益总额增加了 最后说 拿100万当中 又拿走了99万 给股东发股利了 那这个时候 老板在企业权益 就没有100万了 是要减少99万呀 那么当年赚了100万 只有1万还形成在企业权益 上去99万都分走了 那么这样来讲呢 当形成利润时 导致所有权益总额增加 当把利润分出去时 就导致所有权益总额减少 所以宣告 发放现金鼓励 要导致所有权益总额减少 好 那么这样来讲 A和D都会导致所有权益总额发生变化 那我们来看 我们给出的这两个选项 都是两项攻击转登资本 一个叫资本攻击 一个叫盈余攻击 转登的都是资本 那么这两项攻击转登资本以后 注意 它只是所有权益内部的一项 转为另一项 那么这样来讲 所有权益总额是不发生变化的 所以这两个都不发生变化 我们在考试当中呢 还有可能要考核一个内容 是什么呢 就是叫提取盈余攻击 提取盈余攻击的时候 导致不导致所有权益总额发生变化呢 也是不导致的 你看他所做的分路是借利润分配 我们写一个例分 带盈余攻击 这样我们看出 利润分配是所有权益的 即借方是所有权益减少了 盈余攻击也是所有权益 即带方是所有权益增加了 这样来讲 所有权益只是一加一减 所有权益总额并不发生变化 和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 只是所有权益内部 一项两项攻击减少了 石头资本增加了 所有权益总额不发生变化 这是这道题 我们想说明这一点 这样不引起所有权益总额发生变化的 就是B和C 所以答案呢 就选择2B和C选项 好了 这是我们把第五章 借在记账法 在经济业务中的核算 我们又举了单选题和多选题 还有判断题 还举了大题 对吧 这样就要求我们同学 一定呢 按照我们最开始讲本章时 我们所提到的 有几个分路几个分路 你要进行归纳总结 把归纳总结结果要反复去看 反复去看 反复去记忆 你才能把它理解的非常透彻 而不要说我看一遍就会了 你真的不见得理解透彻 要反复的写熟练 才能对于这个分路把握的特别好 分路把握好了 将来在单选的一段 的判定当中 你才能拿更高的分数 所以说我们刘伟 打一个任务就是 把老师刚才最开始讲的 那个几笔分路 一定要进行归纳总结 要给他被熟练 好了 本章讲解就讲解到此了 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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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有 有